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中国股市叫猴市 就是上蹿下跳 根本就不知道它有什么市 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我还听到一个说法特有意思 就是当牛市来的时候 它老不长 长得慢 这人着急 说这叫牛皮市 就是说它也长 就是达不到所有人的期望值 但我觉得最准确的一个说法是说什么 说中国股市是个鳄市 鳄鱼 大鳄 全是资本大鳄 趴在烂泥潭里 本色不动 然后就等着你们这些小股民高兴了 一高兴的时候 猛然跳起来 抓一帮小股民光 哇一下就完了 又趴那去了 所以小股民散户 总体上讲还是赔钱的多 赚钱的少 主要都是小股民的钱被大股给吃掉 被大鳄吃掉 所以中国股市有一个名词叫鳄市 这2014年 包括2015年的开头 开创了有史以来的一个奇迹 马维都老师说牛皮市已经一去步步返了 风牛 风牛 马不停蹄市 可以叫做天天疯涨疯涨 那么很多人又开始讨论股市 那么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危险还是就来了 包括这两天就开始要调了 那么所有人都在猜 还会有多少点 有六千点的 也有上万点的呼声又来了 就真的是饥渴了那么多年 难得来一次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些这几天欢心雀跃的股民 实际上是站在那大鳄鱼的脑袋上跳舞 对 而且我认为 就是按照我们的传统思维 春节前肯定就都全收了 因为中国人他有文化制约因素 很多人都叫 这最简单的词 炒股的人都知道落袋为安 你多大数字 只要你没变成现金 你那个随时都可能没了 对吧 对 按照我们想拿赚钱回家过年的心理 在春节前肯定是往回收的 这个是文化决定 买年货 不是这个什么什么 那些股评家决定的 是文化决定的 大家都知道最后捞一把回家 跟打牌的一样 所有打牌的人 我见过打牌的人 我给你讲个例子 去澳门赌场 所有人都输钱 就他一个人赢钱 赢了19万多块钱 那这不挺好一事吗 不 他说我再上去玩一把 说我凑齐20万 请大家吃夜宵 所有人都在底下等着 要上去把钱输光 谁规定你得凑一整数 这就是文化 我们中国人都认为 这事得凑整 就玩完最后玩一把 我凑整整 多好一事 谁规定你凑整 就是他 如果走了 19万就到落袋为安 没走 全陪你 对 这个莫名其妙的 我都会有这种心理 什么时候 你比如你得弄个30分钟 对对对 它是个整 或者说它是个八 是个极力的一个数字 这都文化决定论 没错 甚至过去也有人猜 你即便是任命国家各部门的领导 没准跟名字都有点参考 都有点联系 对吧 有的你比如说好像 比如要是管铁道的 他可能就是长征之类的名字 是吧 这不多说 但是我就说两个世界永远是两重天 你们这炒股的这几天发翻了财 但是你们就要想到 在世界另外同样的这个角落 有的人那可太惨了 惨到人生的这个最底了 我说的什么呢 我说的是几个 就是这个复旦投毒案 你看见这个复旦投毒案 就是又二审 二审林森浩就下毒的这些学生 还是个死 还是个死 你看看他这个情上的照片 主要是他爹 我觉得太可怜了 你看这就是林森浩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林森浩 他爸爸 他爸爸 他爸爸这一年 你知道吗 一年过去一年瘦了二十斤 瘦了二十斤 你再看下边 这是黄阳的 这是受害人的父母亲 这哭啊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当时警方破案的时候 就是这时候来还原他的这个当时现场作案的情况 您水机是吧 你说这个事啊 案子我这个一直以来就看他这个这个消息啊 你说要不说死刑是有这么一回事 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就是你被谋杀的这个人 他是突然死的 他是个意外的一个死亡 可是死刑是怎么一回事 死刑就是说 活生生的把一个活着的人 要杀死他 对 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对 你比如说你对于林森浩 他爹来说 为什么一年瘦二十斤呢 那就是眼睁睁的看着 这是从2013年四月份做的案 那都快两年了 对 这两年 你就看着你这儿子一步一步 中间可能甚至还有希望 不死了 死了 不死了 一步一步看着他又 这中间出现过很多事 复旦一帮学生被全社会的菜 爆骂一顿 为什么 因为复旦大学177个学生写求情信 对 替他求情 其实我觉得谁也可以为谁写求情信 你最近香港这个许世人 原来那个以前的特首还给他写求情信 他这个 但是当时全社会就骂这帮复旦的这些同学 这帮复旦的同学当时的理由就是说 你别让他死 他死了 那个黄阳也活不了 他不死 让他给黄阳的父母进校 等等 这学生也是 逻辑问题 他现在还是接着刚才文化说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都大部分人倾向于死刑 那是因为杀人偿命是一种文化 中国人说杀人偿命 这个借债还钱 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 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特出呢 第一是复旦大学 中国最高学府 第二两个高材生 家庭背景都不是特别好 产生的这种心理的怨恨 他们要不说 我们都不知道 对吧 这种就是人之 我老说啊 人相处是最难的一件事 他怎么去相处 那么他偷渡以后呢 我看到现在这个 网上很多文章 包括有人替这个林三号辩护 对 说他的主观故意 是否构成 因为主观故意导致他最后是否能保命 如果他没有主观故意 他就这个就可以保命 简单的说 那么现在主观故意是一个法律非常严谨的一个词 怎么证明他的主观故意 就是他投毒是不是知道必然的结果 你比如说你拿一个刀子捅向对方的胸脯的时候 这你主观故意你有没有你都构成了 对不对 因为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把这个毒投进去 是不是能有一个必然的结果 如果他不是一个学医学的人 如果他没做过试验 就是什么小白鼠试验 他可能这个故意就构不成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后果 他自己并不承认他是故意 对对对 所以主观故意这个是在法律上是非常难确认的一件事 所以我看现在有的律师替林森浩保命 说话 那么我看了一下就是大量的回帖 全部是骂列子的 全是骂的 不是难听 就是中国人还是用最简朴的一种文化和方式来判定一个人的好物 就是一个就是他自己的 那当然你投毒的引发的后果 他应该很清楚 我觉得他不可能不清楚这个后果 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 我不是法官 你把这样肯定不是说百分之百置人死地 但是能治人死地的东西 你比如投毒 投毒不是 和滴滴滴也不死的 要最后给救活的 对不对 那么你投进去的时候 你什么东西导致你有这么大的仇恨 这是我们社会要考虑的 这以前这个事是因为被查出来了 那以前北京有一个大学 好像有一个女孩是 是瘫痪之后 是那个他中毒 那个到现在都没 朱令那事 到现在这个没有犯 嫌疑犯你都找不着 那是非常可怜的 而且我发现出现这种投毒 很多你说大学宿舍经常有这种矛盾 就感觉到他比我们在社会上 遇到的这个事 还容易引起这么极端的行为 那当然我们对大学生要求是高的 认为你犯的不着 我们年轻人 往往可能是极端行为的这个重灾区 你很少看到俩老头七十多岁 说处了一辈子最后一天我给他下毒了 就没 就到不上没问上 但是年轻人他有时候就容易失控 而且我发现 我没有调查研究 的确现在是独生子女越来越多 其实独生子女 跟我们以前这种 用很多兄弟姐妹的人来比 更容易走极端 因为小时候和人相处的那种经验就更少 幼儿园你也吃过亏 也不经常把小朋友带到家里来玩 特别容易走极端 而且尤其是那种从小成绩就好的小孩 心理承受力还不如那些在乡村 从小就最后一名的承受力都大 特别容易成为成功人士 所以心理素质是现在年轻人特别容易眠 而且你像林森浩 他当时我也对他的大脑内部的情况很感兴趣 对 就是说他自己讲 我还在这看的挺仔细 他自己讲 你看就是说 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药 他吃了能死 你既可以说他知道 也可以说他没想到 他做的时候 你比如说照他最直接说的原因 他俩人无冤无仇 其实是按照林森浩自己所说 他就是说 他先是那一天还是昨天 就是在床上的时候 让一个同学小声点 结果那个同学睡觉 在脚蹬着床吧 结果那个同学没理他 但是那个同学也不是黄阳 但是他不高兴了 他不高兴了呢 然后他到了这个 就是黄阳到了他们宿舍里 愚人节嘛 黄阳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就开玩笑说 哎 愚人节到了 怎么着 要整一下 咱们怎么玩 咱们 咱要玩个整人游戏 他心里就浮现出一个念头 就说 我整整你 你说这个符合 你能理解吗 而且我们的想法是不能理解 枪枪三人行 广告直播见 咱们 而且还是特有意思 我现在发现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是爱看书 还是不爱看书 这个林森浩 他还不一定死 不能百分之 因为还有一个死刑复合 现在他们家的还是主张 这个案子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 所以期待这个什么再上诉 死刑复合等等 但是也可以说是林森浩 这个死刑前的遗言了 他就表示两个 一个就是我的遗体要捐赠 二一个很有意思 他提出了 他好像最近时间干的事 跟房主名干的事差不多 说一直在看书 对 我看了他就算遗言了 非常有条理 非常的清晰 这个一个人在讲 我觉得他应该心里很清楚 就是他保命的概率 已经越来越低了 到目前为止 不能说是没有 几乎是没有 那么他写的遗言 一二三四很清楚 比如他说 如果我的死 能让黄阳的父亲 尽快地走出阴影 他也就该死了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么理智的人 我就 我通过他这个遗言 开推测他犯罪的动机 这个人是非常有理智的 你知道吧 他不是那种 说话都前言不达后语的 不是 他一二三四 大概是四条 是几条 写得非常的清晰 是 他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他做的事情的对与不对 严丝合缝 那么他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无论如何 这个案子现在是他做的 只是我们现在在强调他的动机 是吧 动机是不是致人于死 还是 是 是 是把你整个半死 是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 从他这封信上推测的动机 这个人的动机 就藏得非常深 而且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我是 我是这么想 这是什么呢 他肯定是有杀人动机的 这废话 但是动机 不不不 他动机是致人于死 还是致人于 还是侥幸没死 你觉得他是要弄死他的 对 而且 而且他那个就是通过他这个信的这种逻辑 你可以看到他 他在一次唯一能挽救自己生命的时候 是挽救对方的生命 就是黄阳中毒以后 一开始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毒 对 如果他及时站出来说我投的毒是什么毒 黄阳不至于死 他也不至于死 他几次没吭声 他没吭声 他把这个事给 就把黄阳彻底的给耽误了 马老师 我倒不是很认同你说的他很理性的这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首先他不是人 我觉得人首先他是动物 然后他有一部分理智 有一部分求知欲 就我们慢慢再往上去加人的性的部分 人还是一个动物 所以人有时候很多无常的想法 你说不说不到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长得形象很端庄 各方面都很正常 但很有可能他是一个病人 身体上的病他看得见 有时候心理上的疾病 精神上的疾病 你是看不他出来的 我倒是也看了一下他的一些 他的目前我们就暂且叫遗书吧 遗言吧 就是他让他家里人也去研究看一本书 大家定期坐下来讨论 我倒感觉到他跟家里人的情感沟通非常的少 他不是那种我们说的面对面活生生的 他像是领导干部在跟底下人布置一个任务 还有就是他肯定是当年很渴望成功 他在里面也有日记写的很清楚 想成为一个名人 那么而且也希望成为一个在社会交际上面比较自如的人 其实他常年还是自卑的 也就是说他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并不是很自如 那么他在这个长时间的求学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青春期以后的样一个阵痛期 就是就是很多时候一个年轻人他生病了 你并没有意识到 你没有及时的去看心理医生 那么身体上都有很多病 没有医生能够确定是什么病毒的病 那么精神上也是一样 于是就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我认为他就是属于犯了一种精神上的疑难杂症 导致了他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病人 干出了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事情 你这个没有林森浩的境界高 林森浩对自己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他说到最高了 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价值观 他归咎于就是他作案 他检讨 他就说我是没有价值观的人是什么人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在验试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没有价值观 好像有种虚无主义 就说什么都是胡扯淡 就是说我没有确立一个我真正相信的 但而且你就你讲这个书 他很有意思 他能够这么细致的布置作业给家里人 就是他看的这本书叫心灵控制术 他其实大概是反思 他这么做 他认为是他控制不了 他性格当中的一些缺陷 于是他说的 让他家里人干的这件事 我觉得跟咱们现在干部进行的批评一次 我批评完全一样 说定期家里人每个星期要开会 开会的时候 每个人必须当面指出 另一个人性格上的缺点 而另一个人不能着急 必须虚心的接受 然后认真的反思 然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 同志们不是同志们 就家庭成员之间 继续就是 你希望我们全家人永远的干 把他们家当党小组 那他这个就是在监狱里学会的 对不对 不心灵控制术 我知道他就是到监狱里看的 这么想的 他这么想 他大概觉得 如果我们家早这么干 我的性格就会有一个健康的 你知道这有一个社会导向问题 是什么呢 是因为林森奥这样的人 包括黄阳 他在他当地的时候 是人尖子 那学习好 你知道吗 他很多大学生有这个问题 他可能是一个县 或者一个市 乃至一个省的尖子 没有对手 但你突然到了复旦 因为我们社会是这样的 到了北大 原来我看过一个谁说 说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没有对手 后来一进大学 那宿舍往上一躺 说这屋里有七个对手 全都比你牛 你不八人住一屋吗 说你那个最强壮的对手 就住你上铺 过去没这个事 是吧 你像理论上讲 林森奥黄阳这样的孩子 已经获得成功 你踏入复旦大学医学院 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 在我们今天社会的 评判标准中 是吧 你不能说到这会还没成功 我非得成为未来复旦医院的院长 那不是那事 那远着呢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对手 对他的刺激和他的 这个内心的磋商 我们感受不到 因为咱没这事 对吧 你要是一个省间的 你去了那省那间的 比你牛一块 你心里知道他比你牛一块 你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我们今天社会 我们的文化 其实它是一个极端案例 我们自己想 每个人的领域 每个单位 就包括镜头前面的所有的观众 你们单位中间的 发生嫉妒的事情是最多的 我们今天生活中 大量的事情是嫉妒 你看在艺术这个行业里 就没有客观标准 谁比谁牛 但医学领域 或者是我们考虑成见 那是有 你一说 这是我这样 我认识演员 艺术季度的更厉害 对 我认识演员不能算少 演员说别人演戏 什么都不是的 那太多了 你知道他一说 他那人不会演戏 我是不是演的挺好 没有标准 对不对 他认为不会 我认为还是这个林森浩 长时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待久了 跟外界接触的很少 我个人认为 他上大学多少年 他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活在自己的经济世界里 主要就是他的对手强大于他 他才是假设都比他低 可就没这事 其实咱们已经有答案了 你是内阴 他是外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就是 我就觉得就是说 往往这个法庭之间 这个办案子 尤其是中国的一些案子 怎么说呢 很容易让人觉得 你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没有这个瑕疵 这次他这个案子 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看就有些法律术语 我都不懂 就比如说 你的这个证据 好像是有没有经过了 就有没有被破坏 或者有没有什么 但是最后还是要判断一下 就说 这种性质呢 不构成这个证据 这个证据不成立 等等 你看就是 包括你看他们家说的那个事 就是说啊 这种毒药 这二甲什么 甲销什么的东西 味儿特别大 味儿特别大 就是任何人啊 这这一喝 喝你就闻着 而且据说是这个 当然是他律师那边讲 据说是这黄阳 喝了一口就吐出来了 所以他们就以此为据啊 后来又找着了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专业人士 就是说到底是给毒死的 还是叫做爆发性肝炎 乙肝突然爆发 当然咱就觉得 你要是那样太巧了吧 不是太巧了 你有味儿的时候 你想吐出来 来不及了 尤其是这第一口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这个直接的因素 肯定是这个毒药造成的 而且你既然要下这个东西 在这个水里面 它就已经是构成了主观的因素 所以从法律上 的确他他他很难说 就按照中国的国庆 他肯定是判死刑 但其实我觉得遗憾的是什么 就经受了这么多年的专业教育 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我觉得就算是 国外有很多国家 是废除死刑的 对他的确有他的道理 为什么呢 你可以一辈子接受惩罚 但这个人 林森浩 他可以用他的下半生的努力 他可以去回报社会 甚至可以给受害者的家属 家属们 比如说你去 你去创造一些 这个价值 你可以去弥补你的伤痛 你可以在医院里 还可以做一个医生 有的复旦学生给他求情 我觉得也挺可乐 就说让他给黄阳的父母亲当孝子 任他们当爹 让他们有一个 人家是黄阳是独子 三代三辈的 单传的 说让林森浩给他们当儿子 我说谁能看见这儿子 他们不能不打死他 对 他现在就是 因为我们文化中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血脉 这种血脉的延续 对于我们都不是受害人 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坐着谈的话都太轻松 对不对 你跟黄阳他爹说 他心里怎么样 他什么感受 那儿子一天一天养大了 成为真是社会动良之财之计 让人家给干掉了 那他心里的那种难过 绝对不是拿钱可以说的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你看我们社会出现这种恶性事件 往往都是社会出身比较底层 比较贫寒 家里都没有什么钱 如果说他是一个富二代 他们两个人都是富二代 撑死了就是两人开车 出去掐去 最后撞死 顶多是这事 对不对 他也不会去弄这种 最下作的手段 而且你知道 我采访过这个死刑犯 我不是说林森浩 我讲别的一些情况 我采访过这种杀人的 这个死刑犯 临行前 我的这个当时得到的感觉 又说我觉得 他们这个眼神的转动 让我想起爬行类动物 你知道就是人类最 最里边的这个最基础的大脑 就是爬行类动物的这个脑 你有时候会觉得 我跟他谈话 就是他也一般不善表达 问十句 蹦出几个字了 然后表现出一种 让我觉得表情就没有 然后就是我觉得 想起一个词叫感情缺失 你看 即便是林森浩 我就觉得 相比起两个人 你知道最近山西有个女市长 叫什么杨小波的 最近就查出来落了 咱们弄出几张照片 他的感情是正常的 你知道吗 他会哭 你还救救我 我害怕 我后悔死了 我现在想起 我收每一笔钱 我后悔 林森浩我没见过 他这样表现 没有 对 他即便说后悔 你看也是可能非常冷静的 我感觉很后悔 就像马先生说的 你看他写的这个东西 他是非常冷静的 写下他的反思 可是我觉得正常人 甚至有些记者可能挑的 就是你面临死刑 你害怕不害怕吗 他连说害怕 说的也好像是 好像不再说自己 好像在说别人害怕 时间太长了 你审讯了这么长的时间 你说现在在表达出那种 非常极端的恐怖 或者难受 恐惧 担心 痛哭流涕 你说那市长 你让他审讯的时间久了 他也不会这样 人会麻木 过去有一种心理学 犯罪心理学分析 叫做什么来着 我忘了 大概那意思就是说 有些犯罪分子 他没有感同身受 就是说他看到你的痛苦 他看到 他感受到 但是在他大脑内部 有个玻璃 就是他是 他是透过这个玻璃 看到这个你的惨像 而不是不格的 我印象力很深 那时候看老照片 我就说两张照片 一张照片 那是当年清朝的时候 行那个林池 处死 那个刑 你看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男的脸上 平静之志 甚至是安详 没错 他在那刮着肉 没错 那顺便再插句话 前几年有一个 在国外发声的一个人 把另外一个人肢解了 拍了照 那个人也是在肢解的时候 被杀的那个人 非常安详的表情 你说的太对了 我再举个例子 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抗战 还是解放战 之前反正解放前 就是拿把枪 对着这个 就是就 你再看这个 这个砍头跪着手 跪着就像 就那样砍头的前一瞬间 对 一个比一个安详 面如此下 他不是我害怕的 我要躲的怎么样 躲那一刀 我还 唯独有一次是有一个 我看到国民党呢 拿着枪对着那个死刑犯 就挨着边上 就开枪前一瞬间 那个人有一点 这种躲避的感觉而已 你人在这个最恐怖的 或者最难受的时候 往往不会去表达 你觉得是谁吓呆了 吓呆 还不 已经平静了 我在东北啊 曾经陪朋友 去喂过老虎 就把那鸡啊 绑在那 让人去铺头 鸡平时都是 啪啦啪啦 你抓的都是够呛的 我印象最深 把那鸡扔出去 活的啊 在老虎边上 鸡一动不动 动都不动 那就束手就签 就是 人不会 人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极端的心情下 会做出极端的工作 恰恰我觉得 在极端的心情下 他最大的 最可能选择的 但是 林孙浩的 林孙浩的 冷静是超出我们正常社会的估计 是 对吧 你看他那个信 我看过 很冷静 对 没有一个犯人能写成这样 他是一个很有缜密思维的人 所以他的头颅的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是吧 对 太冷静了 这人不是一般人 他可以不说 他可以不怕 但是他不可以这么冷静 他 chính喜欢 一点 的 击